针对这个国会职权的修正法案 其实在场外也有好多的支持者 以及声援团体都来到了立法院的外围 包含蓝营的支持者 透过这张图您可以看到 他们主要聚集的地点 就是在青岛东路的东侧 那么绿营的支持者 主要聚集的就是在青岛东路的西侧 中山南路还有济南路的西侧 其实两方的人马靠的是非常的近 所以警方就很担心现场会有任何的肢体冲突 加派了警力 从原本200人直接增加到了500人 另外这个立委在经过这些人身旁的时候 其实也是特别的小心 我们就有看到赖氏保行丁现场的时候 特别用这个雨伞挡住了他的脸 好 现在警方就说了 为了要确保这个立委的安全 如果立委有需求的话 最多一名立委可以配置三名的警力 来保全立委的人身安全 大批警力全副武装在立法院周围 绷紧神经时刻戒备 24号续省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越晚人越多警方不敢大戏 指挥交通疏导人群还准备盾牌 以防万一院内炒成一团 院外国民党立委人人自回 赖氏保走在天桥时 还刻意拿伞遮脸走进立院时 后面还跟了六名远警 谢龙介沉雪申身边也随时有警察 保护人身安全 立委的随护的安全 就是请各地方的保防组 直接联络在地的立委 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们就会马上处理 那这个所有的立委也都知道了 内政部长刘世芳 警政署长张荣欣 一早就到立法院外视察 这次台北市警局 也紧急调度警力支援 以立法院为中心点来看 反对国会职权相关法案 修法的团体申请路权 在青岛东路 济南路西侧 以及中山南路 另外一方则是聚集 在青岛东路东侧 就怕两方阵营引爆正常 远景主要站在青岛东路 济南路 中山南路正将接 以舒岛交通为主 一共部署500名警力 青岛东路这边能朝路 聚集到中山南路 他们会优先将民众 引导到济南路这一侧 等到这两侧全部都满之后 再慢慢从中山南路 这边来蔓延 一场内朝野立委激震 一场外各阵营生员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警方视情况增加警力 就算要挑灯业战 人民保姆也持续坚守岗位 华视新闻华视新闻 陈一伟台北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